最后7月10号到15号 成千上万非洲裔美国人聚集在美国中西部城市 比苏里州的坎萨斯市 参加美国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民权组织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举行的年度大会 这个代表非洲裔美国人声音的组织 正在开始其第101年的历史 如今该组织在为少数民族人口 争取获得更好的工资待遇的工作和教育机会的同时 也在努力吸引年轻人 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历史上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可耻的一章 私刑惩罚和恐吓 让及到所有非洲裔美国人 结束这种暴行 以及在美国存在的巨大种族鸿沟 就是一些活动人士在1909年 成立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初衷之一 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制止撕刑 毫不夸张地说 撕刑就是把黑人吊在树上 还有活活烧死他们 这种情况持续了60年 直到我们赢了 本殖民托德杰洛斯是 现任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 2008年他35岁时 成了这个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民权组织 最年间的领导人 我们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 开创性的诉讼 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取得的最大胜利 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 是最高法院1954年 做出的里程碑式的裁决 这项裁决击垮了长达60年之久的 隔离但是平等的信条 结束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 泰德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法律辩护基金的主任律师 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 几乎推翻了 剥夺非洲裔美国学生 平等教育机会的白人至上的系统 从选取权到教育权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一直在倡导社会正义 为非洲裔美国人 发出了重要的声音 该组织不断壮大 通过在教堂招募 成千上万的成员 激励他们支持1964年的民权法案 这项立法废除了 试图维护种族隔离的法律条文 46年之后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经历了从促使总统关注民权 到促进整个美国 承认黑人才能和帮助 所有少数的族裔 美国每十个人中 就有三个人是有色人种 85%的人是妇女 少数族裔和移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色人种促进会 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 罗斯林布洛克 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董事会主席 她今年36岁 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女性 也是最年轻的 她说自己的目标之一 就是招募更多的年轻人 使他们成为民权和人权活动人士 我们希望在这一代年轻人心里 种植下乐观的戏剂 让他们积极追求 参与这个国家的变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